早上七點十四分來到我們氣象時間 今天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早上你起床的時候 會發現尤其在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有下了一些的短鎮陣雨 情況如何 我們把身鏡頭交給絲毫告訴您 絲毫早安 哈囉 早安 大家早安 我好久的天氣上面 都沒有太大的變化了 但是今天的清晨在北台灣的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被窗外的雨聲 給吵起了呢 封面正在通過當中 不過幸好這波的封面 比較邊緣 比較尾端 你可以看到它的主體結構 下在北部的外海為主 但是有一些尾端的封面對流雲氣 就在苗栗新竹以北漲了出來 移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過去幾個小時 雨量在北台灣是比較明顯的 有時候局部會有大雨發生 尤其你可以看到石雨量 在士林這邊 北投這邊 還有桃園巴德這邊 都是比較多的 過去石雨量跟累積雨量 還是以迎封面為主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雙北積移到桃園 還有部分的山區呢 水氣量是比較多的 幸好這個封面呢 來得快 去得也快 上半天稍微忍耐一下 因為下半天開始呢 封面通過之後 水氣量就會稍微緩和下來 不過下半天有東北季風 要接力報導囉 衛星運動你可以看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封面 尾端 一些邊緣的部分呢 掠過北台灣之後 後頭的比較乾的 比較偏水氣少的東北季風 涼空氣就要跟著下來了 而且這一波的東北季風呢 預計會影響四到五天左右 雖然水氣量沒有太多 但是呢 降幅跟前幾天動不動 北台灣就來到30度以上 確實有明顯的落差 8到10度左右 所以呢 長袖 薄外套 或是比較厚一點點的外套 都還蠻適合的 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馬勒卡颱風 昨天是最巔峰 最強的時間點 今天預估慢慢的北上之後呢 強度就要慢慢來減弱了 對台灣沒有極的影響 但漸漸的影響呢 這幾天有一些震風跟長浪 是它外圍 非常外圍的風場 所以呢 在這幾天 海邊活動還是要注意一下 自身的安全囉 溫度降雨部分呢 今天的水氣呢 跟前幾天 哇 已經有點不一樣囉 中部以北到東漫部地區 還有部分的山區呢 是短暫陣雨的形態 封面的雨勢影響上半天 慢慢的下半天 緩和之後 就是東北季風 有一些濕涼的感受 所以呢 北台灣你可以看到呢 高溫昨天還有31 32度 今天剩下25度了 未來幾天呢 還會稍微往下滑一點 中南部地區越到南部哦 感受上面呢 就越影響比較 小一點點 越來越不明顯 所以呢 在太陽的部分呢 南台灣高溫還是有32度 中部地區29度 農物特寶目前發在馬祖 還有呢 沿海陣風長浪 局部大雨發生呢 在上半天會比較有可能 最後氣象局呢 也針對了今天的封面 加上未來幾天的東北季風呢 稍微做了一張圖卡 來這個試景一下 今天呢 水氣量是最多的啦 畢竟有封面略過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雙北季這邊呢 還有山區 東台灣 水氣量比較多 一旦到了下午到傍晚的時間點呢 雨勢有慢慢的減少 但是畢竟還是有東北季風哦 所以呢 吟風面的符合雨勢 還是會有的 只是雨勢呢 沒有這麼多 空檔時間呢 比較多一點 中部以南呢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 要特別注意的呢 就是北部的高溫 未來幾天呢 只有掉到20到24度 這跟呢 我們這一週的上半場 上半週呢 動不動呢 來到30度以上 確實有8到10度的落差哦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整個衣服的增減跟穿搭 還有呢 在雨具的攜帶也很重要哦 背著一下 時不時呢 有一些短暗陣雨 就可以派上用場 中部以南對於季風 對於風面影響就比較有限了 所以南北兩樣期 未來幾天是格外的明顯了哦 下次再給掌聲 好 先是要告訴大家 這風面也可以說是來的快 去的也快 不過緊接著下半天 會有東北風增強 估計這東北風帶冷空氣 影響會4到5天 大家格外留意 再次謝謝